宣哥,今天可以讓大家吃顆定心丸嗎? 請宣哥也來到鏡面 若從一個時間轉折來看 三月份,今天是 明天是二月的最後一個交易日 明天說要吃定心丸 我說沒有,沒有,沒有 我自己都沒有吃定心丸的 我還可以開定心丸 為什麼? 我還剉著蛋,對不對? 面對三月如履薄冰 怎麼是吃了定心丸 這個我不敢了 定心丸是那個夜輪 我只能呼籲說,睜大眼睛 省慎因應三月份 那為什麼這個三月 這個三月是什麼日子 怎麼會如此的重要 可是我們有個前提 已經很多投資人 就是自己自發的不敢進來市場 因為覺得會有一個回檔 有機會在進 這種想法 對,我當然我是呼籲說 強調三月非常重要 是不是內支不敢進來 就等三月再說 那我是倒不敢這樣看 不見得畫上等號 對,因為我們收視率 不是99% 對不對 沒有嘛 你看 還有一些業內 根本還在放假 還沒回來 對 連續這三天繼續放假的 倒有人在 那我先講三月 好,我從英國開始 月線 這個英國 英國不是英國 英國是19世紀 這個世界金融中心 我每次都要從英國講起 你的還是我們的 沒有,我就是 你帶來的 沒有,我沒帶來的 我們的 好,再看場 要一看最少要12年 可以了 這是千禧年 這個是四季金融海嘯 那英國你看看 它那個文字秀在這裡了 6958.89 我講的是 英國到今天 它創了歷史高 這是千禧年的高點 這是四季金融海嘯的高點 這是歷史的高點 那下個月 我們碰到了什麼 碰到了這個 你再看 這個是低點 對不對 這個是92年 民國92年3月 92年3月 各位回顧 你看一看 92年3月發生了什麼事 發生了叫做SARS SARS 就是 那個 那個從大陸產生那個SARS H5N1 病毒 透過 這個香港 然後傳到歐洲 那 全世界在那個地方 剛好 就是那個SARS SARS過後 SARS那一個利空 就達到了最後洗盤 之後你看 這最低嘛 然後就一路漲 漲到96年10月 投資人要自己算 92年3月加4年7個月 92加9...不是96嗎 3加7不是10月嗎 這裡到這裡 這裡到這裡漲了55個月 55個月是費婆南希的轉折 如果55個月不轉 它就可以再漲34個月 對 聽清楚喔 如果55個月不轉 它不轉下來 那下一個轉折 不轉折 就是89 那就要再漲34個月 再加34 那就可以想像 講34不是就漲到這裡了嗎 對... 所以因為它漲55個月又來到了歷史高 所以通常我們擔心它會往下轉嘛 所以它就往下 它這裡有一個50... 因為這裡還有一個附帶89 對不對 看在這兩個分上 我們認為那個地方要賣 世界不知道要發生什麼事 結果就砰就下來了 下來了以後 在97年11月 歐美股市在98年2月 這個位置就通通全世界都落底了 但是已經摔得鼻青臉腫 那我們知道 這一個55個月 下一個最大轉折 1 34 2 89 那34早就過了 不再贅述 那最多就是89 89是什麼時候 96年10月89加 89個月就是7年5個月 對不對 7年5個月 那你一加 96加7 103 10加55 103年的15個月 就是104年的3月 對不對 好 這個就是下個月 好 那就是下個月的時候 然後我們會看到英國的股市 從金融海嘯的高點過來是89 從這個低點 從這個SARS的低點過來是144 這夠大吧 144是12年的意思 所以我說我們碰到的是12年的最大 的最大 好 我們把它消掉 那我們現在令我們比較放心的是 唉唷 這兩個月 英國也長太多了吧 我們把它放大 這個把它放大 突然就看 因為宣哥的論點不是今天才講 也不是看到這個月英國這樣才講 對 對不對 所以英國已經連長這個兩個月上來了 而且已經長到歷史高 看到它這個混上 它長了兩個月 難道你第三個月還要再長嗎 你有這個能耐嗎 老實說 看英國的過去兩年的這個走勢 有多少人在這裡認為英國死了嗎 這是空頭 我告訴你 當今的技術分析 時間還沒到 通通失靈 你如果去看英國的這個走勢 有誰敢說英國還會長 不要說創歷史高 如果你還用那一套 過時 這樣各位知道嗎 用那一套就過時了 絕對不可能 你把那個道士理論拿出來說 英國這個走勢從谷底 這裡買進以後 你要等什麼時候買 創歷史高 我告訴你 全世界找沒幾個敢這樣講的 沒有啦 但是事實就是這樣 他創了 就是創歷史高 這麼爛的走勢 還會創新 這裡是跌破三年移動平均線 年限 兩年限 全部蓋頭緩壓 空頭排列 竟然創歷史高 下個月就八角 好 那英國你創歷史高 算你厲害 難道你下個月還要再拉一根紅嗎 我的判斷 他八成總要休息吧 他如果刷一根黑 在12年的最重要轉折 哎呀 手黑 那合理上就四月就有機會轉折向上啦 對不對 因為你是黑K嘛 所以我們到希望是這樣 我們再迅速的看德國 黑K來畫幾 好我們再看德國 對不對 89 再看看德國 你看看 好 德國 德國的月線 月線 火蘭克福 這個德國 哎呀 更創歷史高 一樣 你在12年 對不對 在12年 這裡 到現在 144 89 沒錯吧 啊你那個什麼 21啦 34 55啦 那就不用說了啦 那個已經 那個已經算小格局的啦 大格局是89跟144 好 再過來 道瓊 這個歐洲看完了 道瓊 我們看到道瓊的走勢 哎 哦 一樣 從這裡到金融海嘯高檔55 OK 過來 8144 都一樣 全世界都一樣 所以 你說 全世界的國情不同啊 有人升職 有人貶職 有人大豪 有人有沒得 哎 這個轉折 倒沒太大差別啊 是不是 都一樣啊 都是這樣 好 那如果你說 哎呦 道瓊 我們就舉道瓊 SMP 什麼納斯達克 都一樣 都一樣 你在看納斯達克 幾乎 無一例外 納斯達克 有沒有 這樣 只是 他們的位階 高低檔 有點差別 但是 那個轉折 都一樣 高低 不同 那你說 那亞洲呢 我們看一下 陸股 我們看 這個上陣 上陣的指數 好 你這樣看 那你說 上陣下個月 有什麼問題呢 好 上陣你這樣看 歷史最高 在這裡 你自己算 從這裡算到 下個月 89 好 那這一波從哪裡漲 最低在這裡 對不對 1849 就在這裡 這一個畫過來 21 上陣也是 你說 那在香港呢 我們看看港股 好 再看看港股 那你說港股 港股 港股就是 有一邊受歐美影響 一邊受大陸影響 所以港股反映 一半跟大陸 一半跟歐美 港股 你算這一個 SARS 因為SARS 是從港股傳的 55 一個月不差 89 就這樣 那個什麼 21 這個是跟大陸的 這裡還有一個34 這裡還有一個34 這是跟歐美的 所以港股有四個轉折 21 34 89 144 都這樣 所以 我這樣概概括 如果你覺得這樣還不夠 你就自己再去找 這是一個共同的轉折 所以下個月 都是這個轉折 所以我們樂見 二月份 它們都漲很大 都創新高 過年前的時候 我們看好說 二月份台股 要創新高 的理由 民間應該記得清楚 我們是講 我判斷 二月份 國際股市 都會漲 我們新春十月 就是我們 過的十天 放假的時間 全球的股市 普遍是上漲的 都好聽話 對不對 聽你的話 對不對 都是上漲的 所以我說 回來以後 外資 外資的買賣 是根據歐美 所以外資 會是最大買家 那內資怎麼樣 我就沒辦法了 對不對 大家聽聽 但是沒有動作 或許有動作的是 在座的投資朋友 對不對 好 那就是 但是整體 就是沒有 所以 所以 你看 就是這樣 那二月份 所以我們說 要到二月 那二月 到了以後 大家都長很高 所以 我們感覺 如果三月 再長很高 那四月就危險了 所以我們認為 既然二月 大家都長那麼高 都創了新高 禮貌上 三月份 做一個拉回整理 是很天經地義的事 那如果拉回整理 那不就是化險為宜嗎 至少這個轉折 絕對不是 化險為宜 不是致命 好 不是致命 為什麼 就是轉折點是 那我就還可以 化險為宜 很長一段時間 所以我們說 最重要的轉折 最好不要帶來 很恐怖的 所以三月份 最怕的是什麼 大掌 對 你說 有人還怕大掌嗎 餐廳是怕的大吃嗎 開股票 平常是不怕 好 這個時候真的還怕大吃的 為什麼 因為食材差 不夠 所以你看 封關前這個邏輯 我就訓個什麼邏輯 開紅盤之後 你就知道 這個邏輯是越顯越明 看到外資 看到全球股市的表現 因為我們推理的邏輯 是好遠的 對 才下這個結論 不是說 瞎矇 要壓過年 不過年 或怎麼樣 不是這樣 這個邏輯是很遠的 我們是這樣逐步推過來 才會下這個邏輯 我們也給投資人 廣告時間做一些思考 那下階段回來 我們要來看看 其實這樣子 全球股市的表現 是央行們 資金一直印鈔票 一直印鈔票的結果吧 所以或許大家會突然誤判 或者他擺脫技術性的走勢 可能是全球QE 前時代太多 沒地方跑 有人說 我們台灣沒有QE 台灣不用QE 新台幣不用QE 新台幣那種小貨幣幹嘛QE 那個沒有資格QE 沒有什麼好資格QE 馬上回來告訴你 今天融資的情況 就像是一種類型的 那種小貨幣對 我們要去做一種小貨幣的 最新的大貨幣的 最新的大貨幣是 人類型的 最新的大貨幣的 小貨幣是最後一種小貨幣的 做個小貨幣的 所以是比較好 我們要去做一個小貨幣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